力穷带领手下大军突然划遍 投奔了金国人 弹劾宰相张俊的奏折 排山倒海一般地涌到皇帝的面前 此时皇帝也对张俊的能力产生了质疑 最终宋高宗赵构会如何处置张俊 张俊的政治生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文化学者李亚平 今日为您解答 说宋朝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它 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说到了 这一支方面大军就整个就滑变 投降了金国 投降了这个伪奇政权 对整个南宋的这种 不管是在政治上 在社会上 在民心士气上面都产生了 应该说是那种巨大的影响 所有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张俊一个人在 在穿造出来的 或者说就根本就是他整个的 因为他的这种决策失误 然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所以当时有人就说恨不得拾其肉 倾其皮 恨不得就是恨不得要把这个张俊 千刀万剐才好 皇帝对张俊也是痛恨之入骨 也是极为痛恨 整个原来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皇帝整个的那个安排 其实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就是要把这支方面大军交给岳飞 然后呢 川散部队也由岳飞来节制 让他掌握一个尽可能大的力量 然后北望中原收服失地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魄力 而且非常有战略眼光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很激动人心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就是因为张俊对皇帝的这种劝阻 张俊和秦桧两个人 我们知道张俊当时是宰相 秦桧当时是苏密使 就是负责全国最高的军事工作的 这样的首长 他们对皇帝的这种坚决劝阻 和张俊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安排 导致了这么一个 一切都无从谈起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如果这支大军 到了这种金国方面之后 他会极大的加强对方的力量 这种东西不光是你损失了多少 还有对方增加了多少力量 这样的一种对比 这种损失就是加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皇帝最开始有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皇帝要用当时最严厉的方式来 来惩罚 来惩治这个张俊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 宋朝有一个祖宗家法 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传统 就是不杀大臣 不杀大臣 不杀上书严氏的人 这是赵匡胤非常严厉的 给他的子孙们规定的一个 不是法律 但是比法律还要 还要有用的这么一个 所谓祖宗家法 那不杀大臣 还有一个严厉的惩署是什么 当时有一个惩署 就是把你流放到那个岭南地区去 岭南地区就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这个两广地区了 因为那个时候江南地区 虽然已经得到了 很充分的这个开发 但是在广东广西 这个很大的一片地方 因为它的气候特别炎热 然后呢 它的开发比较晚 大家都说那边有一种东西 叫胀气 就是乌烟胀气的那个胀气 这种胀气 从别的地方去了的人 很快染上这个胀气了之后 就会死掉 当时也确实是 可能有一些南方炎热地区的 有一些地方病 或者是一些传染病 大家知道气候炎热 潮湿它一个直接的结果 就是特别容易产生病毒和细菌 对吧 它的繁殖就会非常快 那个时候科学不聪明 人们就认为 这是有一种胀气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你染上了之后 你就会没命 也当时也确实是 很多从北方地区 到那边去的人染上了一个病 就死在那边的 这种记录很多 所以当时有一个 对于这些文武大臣们的 一个很重的惩罚 就叫做远窜领表 远远地把你给流放到 岭南地区去 流放到梁广地区去 这就是对大臣们 最严厉的一个惩罚了 宋高宗赵构 想要以发配岭南来惩罚张俊 然而此时又有人提出了 张俊并非恶意 毕竟是对国家有过贡献的人 这样的惩罚是不是太重了 最终宋高宗赵构会如何决定呢 说宋朝正在播出 商量下来的结果 就说好吧 那个不把他远窜领表 不把他流放到梁广地区去了 让他到哪儿去 到那个永州安置 就是永州是哪儿呢 就是今天的湖南省的林林 把他给放到那儿去 然后安置他在那儿居住 然后这可不是 你就变成一个普通百姓 在那儿居住就行了 你是定期的要向官府报告 然后官府要监视你 要监督你 你是不能在那儿乱说乱动的 就是给他放到那个地方去了 就是这是对张俊的安置 另外一个皇帝 在他的总体的战略思路上边 我们从史料上边 能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 在这次怀袭兵变之前 皇帝还是表现出来了 一种锐意进取的一种态势 就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可能是他父亲的死讯传来之后 他和金国人就有这种 不共戴天之仇了嘛 所以古人讲叫做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那他呢 他显然是和金国人 有这种不共戴天之仇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表现出来一种很明确的 那种锐意进取 要北望中原收服失地的 这样的一种态势 所以他后来能够同意岳飞 单独出兵去北伐 也是和这个整个他的这个态度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次整个怀袭兵变完了之后 他的态度马上大变 马上就有一个这种巨大的变化 巨大的变化 首先才能告诉岳飞 不要轻举妄动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给我待在那 不要轻举妄动 下边怎么做 等着新的指示 另外一个方向呢 当时这个皇帝他已经从临安到了建康 就是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南京地区 那我们看一下地图 我们就能够看到 在和金国就是在北方的这种对峙当中 健康是在长江第一线上面 临安要往后靠很多 那你又是如果想要进取的话 你就应该到建康去 你又不想进取 你又想偷安 苟且偷安 你又想安安静静地待着的话 那肯定在临安这个地方要好很多 淮西兵变完了之后不久 这皇帝就毅然决然地就离开建康 就回到了临安 在这之前 我们曾经讲过 这皇帝到什么地方去的话 那个地方叫行寨 人们习惯上认为首都还是开封嘛 对吧 所以就把临安也好 建康也好 认为这些地方都是皇帝的行寨 皇帝到了建康之后 曾经有一度表现出来 他就准备把临时首都就放在建康 这意思就是说我北望中原的时候 我在建康这个地方 指挥也好 信息反馈也好 什么这些东西都都会变得特别灵敏 特别快速嘛 现在他的一个特别毅然决然的决定 就是整个把这个建康的行寨撤销 他就带着他的所有的人就返回到了临安去了 那这是一个特别具有象征 象征意味的一个举动 北望中原 咱们以后再说吧 至少现在我顾不过来 他就毅然的就返回到了 返回到了临安去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到建康来 就是到那个长江防线北伐中原的那个第一线上面 他再也没有去 另外还有一个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就从淮西兵变完了之后 他把张俊给撤职 然后放到那个永州安置了之后 他使用了一个人 这个人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历史 应该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使用这个人 是他一连串整个战略思路变化当中的 很重要的一环 他所使用的这个人是谁 和他的这种战略思路 有些什么样的紧密联系 我们下次再说